在做胃鏡的情況之下 我們一般會用胃部的組織進行幽門鵝旋菌的測試 看看病人的胃部的黏膜有沒有受到細菌的感染 幽門鵝旋菌是一種很特別可以生長在強酸性胃部的細菌 它是有機會導致胃炎、胃癌、小部分機會甚至會導致胃癌 一般胃癌早期都沒有病徵 早期的胃癌多數是在我們幫病人進行胃內視鏡檢查趕時發現 另外胃癌後期的病徵包括可能噴血、消化不到的成物 另外有機會出血包括吐血或者在柯克史 另外嚴重的可以阻塞胃部導致病人食物不落格不停吐 最嚴重的可能是令胃直接穿了 導致腹膜發炎的症狀 如果各位對以上的內容有其他各樣的問題 請向你的專科醫生作詳細的查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